恒大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这个事儿这两天各种解读都不少 我也来凑个热闹说两句 算是个补充吧 关于破产保护和破产清算的区别 相信大家都已经有所了解了 恒大申请的是破产保护 如果说能够申请成功 可以暂时摆脱债主们的讨债诉求 还能继续的去经营业务 拖那么一点时间吧 看看能不能起死回生 这是破产保护的原因 不过恒大能不能死里逃生 则是另一回事儿了 咱们就不在这方面浪费时间了 我直接说本期节目的核心 也就是我认为恒大的真实目的 就是为了倒逼中国政府早日接管恒大 最好是允许恒大直接破产清算拉倒 这样许皮带和丁女士 做梦都笑醒了 人生源于大满 从此可以寄清世界山水 潇洒去了 恒大为什么要跑到美国去申请破产保护呢 第一都知道恒大的注册地在海外 虽然说它绝大多数的业务都在国内 但是还是可以去美国申请的 用官话来说就是流程和法律管辖没有问题 有操作性 第二呢 能申请下来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恒大可不是有病乱投医啊 这个事还是有希望去办成的 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真的被美国的法院给批准了 会发生什么 从这个思路推导下去 我们就会发现恒大的真实目的了啊 就很多自媒体啊 还有官媒啊 都报道和分析了这个事吧 也都说了 恒大还可以继续经营 它就是想躲个债什么的 可是基本上都没有说 恒大如何继续经营的事 我认为要么你是真没想到 要么你就是避重就轻了啊 我说说我的看法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如果说恒大的破产申请 获得了美国法院的批准 那么恒大的继续经营 就要受到监管了 受谁的监管呢 当然是美国的监管啊 到时候美国的法院 就会派出专人 来监管恒大的业务和经济情况 如果发生这样的场面啊 大家可以自行想象一下 那该有多热闹吧 一个业务和办公地点 都在中国大陆的公司 然后呢 美国派人来监管它 这就是恒大最终想要的效果 有人可能要说了啊 这不太可能吧 美国法院会这么傻 这就上了恒大的当了 美国法院傻不傻 这我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 美国的法院可不止一家呀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啊 有没有哪个法院 想出个名什么呢 这真是保不齐啊 到了那个时候啊 可就热闹了 美国派人来中国 你说这个签证 中国批不批呢 不批吧 人家可以说 我这执行的是商业行为啊 我们是债权债务纠纷 完全是民事行为 债主监督债权人 这何情何理何法呀 你为什么不批啊 如果批了呢 批了 那丢人就丢到世界姥姥家去了 明面上这是个民事的经济纠纷啊 而实际上这性质是一个国家的法律管辖权的问题 如果说批了 那不就承认了美国的法律在中国有管辖权吗 中国要执行美国法律的判决 归美国的法律管 这真是 这开天大玩笑啊 所以说呀 无论是批和不批 中国都会面临麻烦 为了这个麻烦呢 我估计美国的法院也乐意去推个州吧 就是想看看你难受的样子 而这样潜在的后果 是恒大挑起来的 为什么它要挑起 有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难堪的事呢 这目的也就不难推断了吧 恒大呢 现在是巴不得破产啊 而且是立即破产清算的那种 一旦说破产了 公司行为跟个人 这是切割的 许老板是许老板 恒大是恒大 这是两回事 对吧 恒大欠你们的钱 跟我皮带有啥关系 现在呢 恒大也破产了 我也自由了 我这就回家种种地 我出国捋个油 住个三五十年的 这都很正常嘛 对吧 现在的情况呢 是国内不让恒大破产 正催着它保交楼呢 恒大的情况我也不重复了啊 它没有能力保交楼了 想破产了结呢 又不行 就像个老鼠啊 被堵在风箱里边 怎么办呢 那我就向美国申请个破产申请试试吧 没准 就柳万花明了呢 有人可能要问啊 那既然是这样 恒大为什么不直接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得了呗 对吧 它不是开曼群岛注册的公司吗 那美国法院既然能够受理破产保护 它自然就能受理破产清算的 这种说法呢 我跟你讲啊 美国法院只是坏 它可不是啥 你真申请个破产清算的 那真是给美国法院出难题啊 它判决一时爽 执行火葬场啊 它怎么执行啊 这不是给自己出难题吗 这一点人家恒大也考虑到了啊 你用人办事也得考虑人家的难处嘛 那最后这个事会如何发展呢 这我真是不知道啊 未来的事呢 谁要说知道呢 肯定是个骗子 现有的事你能看准了都不容易 我并不是说自己看得很准啊 我声明一下 我说的完全有可能是胡说八道 但是做这个节目的目的是 没有 我看了那么多人呢 他都不往这个点上去分析 都去分析别的了 都去解释法律问题了 我看着着急啊 我忍不住了 那就我来说吧 大家多批评 多指点啊